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日前在水里游客中心 举办台湾风景 生态之美摄影连展的开幕典礼 并邀请猫洛西摄影协会 展示40多幅国内各地风景 生态及鸟类摄影作品 更从今天起展至6月底 这个摄影展是我们邀请猫洛西摄影协会 来做我们的展览 这个展览是从今天开始展览到6月底截止 然后是请爱好摄影者来为我们做 台湾好山好雪的一个展览 那我们这个是包括我们台湾 很珍贵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景点 或路径来做宣讨 那包括高山包括海洋都有 那我们也希望说 大概29位的摄影者 还有多幅的美景都来展览 那我们欢迎社会各界 能够利用假期或是平常日 在我们共云开场的时候 来跟我们做一个导览 跟一个观赏的一个活动 到场欣赏作品的县议员赖燕雪 肯定猫洛西摄影协会的用心 借由镜头排摄台湾的美景 宣导环保爱护大自然等观念 并邀请乡亲经过预管处 可以来欣赏台湾的好山好水 猫洛西摄影协会长期致力于 我们的环境生态 以及自然生态永续的一个推动 相当的一个用心 那么今天每一幅作品 都是我们所有学员的一个 偶心力写之作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镜头 来欣赏一下我们台湾的一个生态自美之外 也能够做我们的一个环境意识的一个宣导 那么燕雪也要借这个机会 邀请我们的乡亲 有空能够来欣赏我们的梅花 进来我们的玉山风广处 欣赏我们这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摄影展 我想透过摄影展 能够做我们意识的一个宣导之外 也能够拉近人与人的彼此距离 同时能够行销南头的好山好水 借而能够行销我们的观光 肖志全议员期盼借由活动 让民众欣赏到秀丽的台湾风景外 更能体会到爱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 让所有来参观的民众们 可以了解到我们台湾整个风景的秀丽 山水的美丽 让民众们能够知道说整个环境保护的重要 进而能够爱护我们的土地 爱护这个森林 同时也来邀请民众们 除了欣赏作品以外 更能够体会我们整个台湾山水之美 真正体会台湾土地的漂亮跟美丽 本次的连展展示出台湾山水风貌 植物与鸟类等作品 运用镜头记录山河大地 透过广阔视野 呈携万物关联 先与人们期盼借由画展 吸引欣赏者思考与回想 以柔性方式感受台湾美景与宝玉的观念 记者陈坚豪水里采访报道